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这是一张丹麦银行卡 是真正的银行卡 不是第三方公司合作的卡 丹麦银行成立于1871年 至今153年 是目前丹麦最大的银行 该卡片类型为万事达 是丹麦银行发行专门用于交易加密货币用的卡 每一位开卡的用户都有独立的IBN账户 IBN是国际银行账户号码 为全球认可的系统 但是这张卡不能用IBN转账 你只能去银行柜台查看自己的IBN账户 已经和摩根大通、红杉资本开过了AMA 还有正在和某安谈合作 主要涉及U方面的收益 后续会通过APP实时更新 所以这也是一张高端银行卡 开卡费199U 有点小贵 需要KYC实名认证 唯一的优点就是银行背书 足够安全足够放心 可绑定支付宝和微信消费 可全球ATM机曲线 该卡可以给YS入金激活 具体操作步骤请看图 大致就是入金到你YS的英镑账户 先看收费及功能图 暂停截图保存下来慢慢看 如果你是一个高端玩家 如果你再找一张足够安全的卡 可以接着往下看 现在用我的邀请码注册 可以做到当天秒批 没填写邀请码的无法通过审核 首先通过我的链接进入注册 输入一个海外邮箱 把接收到的验证码填写进来 如果你搜不到验证码 去垃圾箱看看 创建一个密码 至少八位数 大小写字母加数字组合 看看这里是不是这个邀请码 不然无法通过 接着点击继续 完成注册后 进这个商店下载软件Credit 如果你无法下载 我会把APK文件放在视频下方 安装好打开登录 如果你看不懂 可以点击右上角切换繁体中文 点击开始 输入你注册时的邮箱和密码 点击登录 到这里 你要把开卡费转进来 点击前往转入 会出现你这个账户的地址 确认网络和币种 复制下面的地址 这个软件界面不要退出 注意网络不要搞错 手机上的Tran网络 就是TRC20网络 你可以点击这里刷新 如果一直刷新不出来 也可以退出软件 重新进来就能看到了 可以看到刷新后 开卡费出现在了这里 点击支付并前往KYC认证 再次确认 操作成功后点击确认 会弹出这些提示 一定要注意了 国内用户可直接身份证实名 这个时候你的邮箱应该收到了认证邮件 就是这个 点击去认证 地区不能改变 居住地可以全部确认打勾 点击继续 下一个页面之后 我建议你用手机浏览器扫描这个二维码 在手机上操作 因为会用到摄像头 点击继续 选择中国 选择身份证 身份证全部上传完 点击下一步 接着人脸识别 这或需要脑袋转圈 下一个页面 国内用户用中文填写 打新的都要填写 如果你这个页面是英文的 你可以这里切换语言 绑定手机号 要本人实名的 随便哪里都可以 接收验证码 最后一步 确认你的信息没有错 点击下一步 来到这里不要关闭 等它验证完成 资料是否合规 直到验证完成后 切回软件 会显示已经完成 万一你的手机杀后台 把软件杀掉 尝试重新登录验证 因为你的账户 已经转入费用 会直接来到这个验证页面 点击前往激活卡片 接下来就是等待审核 如果是工作日早一点提交 一般三个小时审核通过 如果是周末 或者节假日 可能会延迟 看到这里认证通过后 点击激活实体卡 设置卡片支付密码 接着就是填写收获地址 国内用户直接写中文就行 从英国直游 具体到你街道的邮编 如果你不知道 就百度一下 确认 这里显示物流信息 一般三到五个工作日显示 因为需要质卡 这是一张英镑信用卡 到时物流详情 点击这里 进去就能看到 同时你卡片的 所有信息也在里面 要想看到的话 需要输入你的登录密码 不是卡片支付密码 这个时候 你可以复制这些信息 去绑定微信和支付宝消费使用了 这里的画转 就是把充值进来的U转成英镑 转成功后 U就变成了信用卡里的英镑 可以直接消费和提现 下面这个账户 就是你用来给这个软件 钱包充值U的 差不多就这些了 没什么需要说明的 如果你遇到什么使用上的问题 可随时咨询我 有需要的去申请吧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